大家好,我是Gyogaです 來到今天我們會做兩個文型 今天這兩個文型都很相似的 所以很好記的 我們首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youni 前面是跟動詞普通形的 表示希望什麼什麼 或者是請什麼什麼 譬如我們看這裡的例子 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表示這個希望和要求 例如大家經常看日劇的時候 看到人們去神社許願的時候 都會什麼什麼ように 加起句尾 然後說明兒 也有間接引用的意思 即是請你轉告誰誰 什麼 例如第一句的例子 請你叫他快點來 所以這裡就是轉格 快點來這句話給他聽 這樣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 就是youni nate iru 前面是跟動詞的詞書形 表示正在發生某種變化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可以在本店裡刷卡 可以在本店裡刷卡去購物 即是以前是不能錄卡 但是現在就變化中了 而且可以持續下去 即是你在這間店裡可以用卡去購物 即是在這間店裡可以用卡去購物 我們今天就找到這裡 那全部都是youni開頭 很簡單的 希望我今天的溫習會幫到大家 那如果你想找關卡的話 可以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就去Facebook 想繼續溫文法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